你考虑过吗 你和你婆婆商量过这件事情没有 还有一点问你一下 这个房子现在登记在你名下 夫妻婚前财产对吧 是吧 现在是还贷吗 有 每月还多少 每月多少钱 那一千块钱 我问你 如果丈夫说了 这个房子要归他左右 子女可以归你 你同意吗 我会同意 那么你想 如果你房子归他 你所谓的学区房 你所谓的居住 居住的环节在哪里呢 你给孩子能提供什么 你这不是矛盾吗 你说我人要他是因为有房子 他小学中学学区都好 但你说为了孩子 可以把房子给我的丈夫 那你又怎么能保证 你的孩子的居住的安全 保证学习的教育的权利呢 因为我家人能支持我 那么离婚你要选择 抚养权你要争夺 为什么两样都得渴你来 难道你丈夫 孩子那个事都听众你的人吗 孩子已经六岁多了是吧 上学了吗 今天马上就要上学了 虽然咱们国家法律规定 年满八周岁以上 夫妻离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那我想在这种情况 它是有独立的思维和思考的 你们夫妻在离婚的时候 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离婚是一家人的事情 特别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 也是你们这次婚姻失败当中 最纠结也最争执的点 那是不是应该考虑孩子感受 考虑考虑老人感受 孩子 房子 权利与义务 X律师一番激烈的质疑和追问 无疑戳中了卢女士的全部软肋 如果金牌律师团不能另辟其境 找到合理的应对方案 这场子私带妈妈的诉求之路 很可能会功亏一篑